哈囉大家好我是蓋伊 今天來跟大家聊聊這個抽筋的議題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還蠻容易會抽筋的 每次抽筋的時候 當下都覺得很無助 所以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幾種比較常見的抽筋的情況 幾個常見部位抽筋當下應該做些什麼 以及一些預防抽筋的方法 這邊先來帶大家看看幾種常見的抽筋狀況 第一種 不暖身就從事高長度運動 第二種 經過長時間運動而形成肌肉疲勞時 仍持續運動 第三種 輕鬆過度緊張 第四種 水分和鹽分流失過多 第五種 以不適當的姿勢從事運動或肌肉協調不良 第六種 環境溫度突然改變 另外還有像是局部循環不良 嚴重腹瀉 吐吐 飲食中的空物質如鎂 鈣 甲 含量的不足 肌肉或肌腱的侵裂傷 一些傷未發覺或確定的原因 慢性疾病 孕婦的抽筋率也會提高 再來 幾個常見的部位抽筋時當下我們該做些什麼 首先我們要知道 當我們肌肉在抽筋的時候 它會縮短 我們首要做的事情就是拉長及伸展我們抽筋的部位 比如說小腿後抽筋時 我們把腳掌向上板 拉長我們的肌肉 大約3分鐘 然後讓它休息 在拉肌肉的同時 你可以一邊冰敷著你的肌肉 冰敷可以指控以及固定肌肉長度 切記不要在抽筋時 肌肉縮成一團的時候冰敷 拉開來再冰敷 拉的時候慢慢施加壓力到定點 不要去做瞬間拉扯的動作 如果你在抽筋的時候肌肉縮成一團 然後你又瞬間拉長它 那很有可能會拉伸你的肌肉 我還看過有人抽筋時會去摟啊 去捶啊 這些都不建議 當下最好就是慢慢拉長 這邊給大家一個觀念 其實當我們在做按壓或是拉伸肌肉的這個舉動 或是為了觸發增加高耳機鍵器的張力 讓肌肉不再過度做工 簡單來說我們的人體有一個受器 當它接受到外來刺激時 它會發生一個訊息給我們的大腦 讓我們的大腦產生硬變措施告訴我們的肌肉 你不要再那麼緊張囉 你可以放鬆休息了 另外你可以馬上補充運動飲料 雖然可能會造成你抽筋的原因有很多種 但通常在運動過程中 抽筋很有可能是水分流失過多 那鉀離子也會隨著汗水流失 這時候就會需要補充水分、電解質 或是吃點食物補充能量 休息一會兒再繼續運動是有必要的 所以常會聽到抽筋要吃香蕉或是喝運動飲料 其實這些確實是有機會帶來幫助的 尤其是運動飲料 它可以在短時間之內幫我們補充熱量及納甲移植 如果當下只有自己一個人 你就是想辦法拉到抽筋的部位 然後在原地休息喝口飽礦力 像我自己就真的很常會抽筋 生蹲完走個捷運站也可以抽筋痛到蹲在裡面 最後該要來告訴大家最重要的 如何預防抽筋的發生 運動前做好充足的準備和伸展 尤其如果你又是年長者或是在密閉 通風不良的空間做長時間激烈的運動 當然你在做長時間運動之前 以及當下或是訓練之後 都需要補充足夠的水分及電解質 日常飲食中電解質也可以從食鹽水果蔬菜 或運動飲料中獲得 不穿太緊或太厚重的衣物 從事運動或工作 如果天氣寒冷的話 從事運動那就需要做好適當的保溫 如游泳後起來 可以立即披上浴巾 或是將泳衣換起穿上薄暖的衣物 訓練前建議可以在運動一小時前 補充碳水化合物水分等營養 作為運動師的燃料 訓練後也會補充蛋白質 碳水化合物電解質水分類等養分 在練後修復身體 我自己的話 如果在重訓後有辦法馬上進食的話 我會選擇食物來作為我營養的來源 例如一些乾淨的葉菜類 地瓜 白蘋薯 或者是牛肉 雞肉 魚肉等等的 如果沒有辦法馬上進食的話 我指的是好好坐下來吃頓飯 那麼我會喝一杯乳清蛋白 或是選擇高蛋白點心 來作為營養的來源 以放鬆的心情從事運動或工作 晚上睡覺易抽筋者 須在睡前做一些伸展操 尤其是針對易抽筋部位的伸展 不錯過度的練習 我這邊指的不是要你不要去練到粒節 而是當你在練到粒節之後 不要再去東玩西玩的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分享給大家 容易發生抽筋的幾個狀況 以及抽筋時的應變措施 還有最重要的 如何預防抽筋的發生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們今天該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έχ